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两个人或两个团体你们要发生关系的话 我们也要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这个下一个阶段由金星来打头阵呢 就是我们的钱怎么算呢 你要对我好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呢 那很多的关系开始要面临这个部分了 金星天蝎呢也会让我们对性的话题更加的感兴趣 尤其现在水星也在天蝎咯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产业话题又非常的蓬勃了呢 此外呢太阳火星还在天平座 所以人际关系让我们非常的有感觉 有的是很多合作案在陆续的提出 有的是旧的合作关系很可能开始陆续出问题 然后以及很可能我们也会开始感觉到敌人的进攻 然后那个互动往来就会比较的频繁哦 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呢 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才是你要的关系 这是可以思考的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天蝎射手水瓶跟双鱼是有感应的 天蝎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你将会被老板盯上哦 也许老板会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所以非常的追捧你或者是需要你 那也有可能他盯上了你了 你怎么没有把分内的事做好呢 总而言之这一周跟老板的关系百味杂成 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我们就按照计划来进行 千万不要中途突然的有创意起来哦 那其实是会为你惹麻烦的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将会遇到 意见很多的类型 可能是意见很多的客户或者是长官 他会出很多的点子 我相信你会很聪慧的去化解他 在过程当中需要你有一点妥协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你也会遇到很爱下指导棋的人哦 可是他的点子不太好 所以你可能也要学会很柔软的应对哦 来看对感情方面咯 那是白羊双子巨蟹跟处女了 白羊星座的同学感情方面要主动进攻 你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 所以你应该要好好地发挥你的个人魅力 然后温柔体贴绝对加分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最近桃花运是真的蛮好的哦 你是属于通杀型的 你想吸引的不想吸引的通通都被你迷倒了 这个状况并不是很好哦 因为也会为你惹来花心的名声哦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 这一段时间还蛮适合谈分手 如果你早就有一段 实之无畏气之可惜的关系 那最近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它将会是分开的契机哦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最近还蛮多朋友来搅你的局 比如说好不容易有约会 却有朋友乘咬金的杀入 或者是朋友很喜欢八卦你的感情事情 自己都当心了 来看金钱方面那是金牛跟摩羯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在金钱方面可能有点伤脑筋哦 你可能有分配不均的问题 所以重新布局咯 那当然这整个过程就会让你很伤神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金钱方面呢 有某一扇门可能关起来 或者某个机会失去了 但其实它是为了另一个机会铺路哦 所以不要太担忧 来看一下健康方面了 那是狮子跟天平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可能有睡眠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哦 所以前提就是睡眠要好 但我不晓得你有可能睡眠不好 或者睡不着 那这个部分呢 要刻意的去告诉自己哦 所以希望你保重咯 另一个呢是天平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呢 老毛病可能会复发 而且会有严重化的趋势 所以都不能等闲适之哦 好 好 好